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刀圈蕾的小学生振远 今天咱们展示的是两只送天巨南最值得珍藏的型号了 话不多说 咱们先打开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只是KM560超级银龙 超级银龙毫无疑问的话 是送天巨南最震撼的一款作品了 它是一个最大的分段研磨的作品 我们知道巨南的一个特色 就是葛式变奥模 然后这只呢就是它最大的一个葛式变奥模的作品 整体作品它这个视觉的冲击力 造型的凶狠凶狠的程度 线条的灵力以及你握持在手里的手感 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哇这个太凶狠太凶猛了 真的是钢板的艺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只 是所有的松田巨南里面最难搞定的一个作品 这就是KM415猪鹿 猪鹿是松田巨南所有作品里面尺寸最大的 它达到630毫米 用的是OU31的钢材 这只在尺寸上来说 比较偏向于斜拆 但是松田巨南给它的名字是卡塔纳 这是大刀 整个线条的优美感 无与伦比 日式的传统和松田巨南的现代 以及松田巨南的花文艺术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都在这个作品上得到了展现 毫无疑问啊 这把刀肯定是要比传统的日本武士刀的性能 要强悍的多的多的 传统的日本武士刀 它用的是传统的锻造的方式 那个钢材的话 浴缸嘛 好看 然后呢 其实性能用过的朋友很少啊 我用过 我有幸用过 特别特别一般 包括它的性能参数 我也是测过的 我这边有印度仪 以及和合作的厂家有过成分的分析 就是这种传统的记忆的东西啊 传统锻造的东西 在现代工业面前不堪一击 OU31它作为超级的合金钢 它的硬度能达到63H2C 它的户外的保持度 锋利的保持性 跟那个锻造出来浴缸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秒杀秒杀 不用比 真的是不用比 懂得兄弟自然懂 这是超级硬龙 它这个线条感 哇 大家就看看吧 我这说多了都是 都是废话 大家看看这个 看这玩意儿 入不入眼 太帅 然后我这个手是有点汗 一摸它就有点黑 等它那个晾干之后 自然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基石手柄的优点就提前出来了 基石手柄你怎么摸 它也不会变色 因为米卡塔 它相对比较稀罕 优雅 优雅 完全是两个风格作品 然后局南最顶尖的作品 局南 转而巴紧最顶尖的作品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然后大家想看什么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后台 留言私信啊 我看到都会回复大家 谢谢